消防节庆祝大会上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颁发表扬 三位获得凤凰奖消防一销同仁 在这里一定要代表基隆市政府 谢市长给大家一个最大的谢意 因为有你们让基隆市变更好 这部戏有一个很好的slogan 逆火而行给我勇气 我觉得当大家逆火而行 给大家勇气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人民的英雄 因为你们给我们最大的安心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代表基隆市 谢国梁市长谢谢各位 也希望今天的表扬可以顺利成功 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 消防局副大队长王军为 一销分队长朱国珍 及一销勋导大队大队长张孟美 分别荣获内政部消防署 111年凤凰奖项的楷模 二十年前很荣幸在井专毕业之后 能够回到基隆市消防局 那为市民来服务 那这二十年来很高兴能够获得 各级长官的肯定 那也参与过大大小小的火警 山域搜救 水域搜救 那期间也经历过了花莲0206的大地震 以及太鲁阁出轨 以及黑鹰直升机最毁的搜救 那经历过了非常多的生离死别 那深深感觉到其实能够平安回家最好 那往后的日子里也会继续的为基隆市民 守护基隆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继续努力 那我参加一家已经二十五年 那参与的救灾少说也有一百多场 那这次能够获得长官的肯定 也是非常高兴 那在此也鼓励一些新进的队员 大家能够多参与一些救灾活动 那大家新导的付出上面都会跟你关切到 这次很开心能够得到全国的宣导楷模 然后我们是楷模市经过所有全国的评比所选出来的 也很荣幸我们基隆市的宣导大队第一次拿到这个楷模 这几年来我们配合我们市府的政策 我们是大力的推动住景器 我们是每一颗住景器 我们都是平安的送到民众的家里 帮他亲自的安装 然后顺便做居家的访试 把这个平安送到每一位民众的家里 那这一次能够得到这个荣耀 我要把这个奖献给我所有的宣导姐妹们 除了表扬资深GEO的消防一招同仁 现场还展示全新的消防安全管制APPAPP 消防局推动新的安全管制 要确保同仁救灾安全更有保障 那我们今天在元月18号 特别办了这个我们消防节力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GEO 就10年20年跟30年甚至40年的一个同仁 我们特别予以表扬 还有我们担任我们防火宣导志工的 又有10位的我们副宣的同仁 特别予以表扬 那现在我们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实施情乐修二的一个制度 那市长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情务的制度 一些改变他也是非常重视 那当然实施情乐修二以后呢 我们的人力会相对的一个减少 那我们是希望说从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跟市长来争取一个 能力的一个补充 然后让同仁能够得到一个 那个适度的一个休息 庆祝消防节 金融消防局表扬基督人员 同时也呼吁民众 出安期间做好居家安全 共同维护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